大陸在包救济总会是在年三十的中午在旧总楼下会客室设了两桌酒席邀请十位各地反共议士和最近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知识青年一起吃棉饭。 这十位反共议士和知识青年是袁茂茹、谭光瑜、邝达雄、罗志祥、赖秋贤、直耀昌、叶荣祖、朱盛喜和袁英华。 雅蒙理事长古正刚就总秘书长方志向他们一一的敬酒拜年,大家也互相的祝贺新年快乐。